今早国际服家乡村庄出现了新战虫的身影 在使用原始场景皮肤时 时不时会看到新战虫穿梭在树林间 看它的行动能力大概率默认会跳墙 这里并没有内涵某只狗子 新战虫有点像神奇宝贝中的衣布 颜色不一样但造型至少气氛像 新版本也会在下个月时装 这里预测一下12月一定会有新的超级部队 比如去年的超级矿工 前年的大金龙 大千年的超法和冰狗 那今年根据之前的一些CG判断 最有可能会出超级雷龙 官方在早前发布过几个片段 大致的故事是雷龙把野猪击败了 野猪去都城拿了金色的锤子 随后的版本就出了超级野猪 故事应该还没有结束 拿了锤子肯定会去复仇 那超级雷龙之前很多玩家也预测过 比如闪电链可以链接10个单位 比如闪电链带有短暂眩晕效果 就像皇室战争中的一样 又比如在超级雷龙周围会随即产生闪电 来伤害和机晕防御建筑等等 总之如果真出超级雷龙 那一定会成为非常热门的冰种 前几天官方还不小心 把英雄的等级上限暴露了出来 不过我个人预测 这个是16本的内容 15本已经两次提升英雄等级了 不然英雄和冰种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那还有可能出气球的新等级 以及闪消和独角也会提升至15级 具体有哪些内容呢 等总决赛结束后官方便会预告